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中共人大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其关于今年GDP目标的设定未出意外 但有关今年军费开支 台海关系和习近平地位等关键问题的表述 成为吸引外界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报告中多处提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对习连任似乎有所铺垫 综合报道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一开始就提及习近平 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段落中均提及习近平 并将过去一年的成绩归结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随后的表述中 李克强多有对习近平的一美之词 海外视频人士李恒青5日发推文直言 中共开两会 代表委员们争先欧哥两个确立 留须拍马 歌功颂德 但对外交困境 经济下行和民生艰难装聋作哑 毫无廉耻 而另有观察认为 从李克强的讲话来看 习近平连任似乎已不是问题 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 2022年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5.5%左右 与此同时 中共的国防预算增幅突破7% 也引发国际关注 对于北京设下的5.5%的GDP增长目标 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专家表示 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5.5%的GDP目标仍定得太高 可能很难达标 对于李克强当天长达1.8万字的报告 一位香港正确业经济学家给了相当差的评价 他坦言 李克强在通篇报告内只字未提 俄乌战事可能带来的经济冲突 只能说这是一份没有用的报告 好像在月球做的工作报告一样 据他分析 北京设5.5%的GDP目标表面上合理 但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造成原油 天然气 粮食和金属等价格飙升 光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在周五一天内就飙涨20% 此外 全球粮价已经出现飙升 这份报告低估了通胀的压力 CPI涨幅最保守都是7% 远高于中共希望维持的3% 报道还援引体制内专家分析 开两会不能做特别悲观的报告 换句话说 尽量传达正能量 让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把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都加进去的话 最终能不能达标是另外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 在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中共预计将国防支出提高7.1% 根据中共财政部五日发布的政府预算草案报告 中共今年军费预算为14504.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1% 有分析指出 这是中共自2019年以来军费预算增幅首次突破7% 也高于7年的GDP增速目标 显示官方研判外部形势和挑战严峻 法广的分析指出 北京当局对几个方面的挑战感到紧张 从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 到美国在中共占领岛屿附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海军和空军行动命令 以及与印度不断恶化的边界争端 而且跟以往一样 中共的国防预算只给出了军事开支的粗略数字 没有细目分类 许多外交官和外国专家认为 中共当局少报了真实数字 此外 据官方数据 本次中共人大和政协会议 共有330人缺席 创历劫之罪 有分析指出 除了香港代表团阴疫情原因 19名人大代表未能出席之外 更多的代表为什么没能来 如果不是因为落马尚未免除代表资格 或者是患重病请假 可能是因为当地有突发的负面事件影响 造成不能参会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中国雷达之父树兴北的传奇故事 他曾是李正道的老师 诞生在了一个不幸的年代 被逼扫厕所十几年 去世后连捐赠遗体的愿望都未能达成 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3月5日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柏林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 贝内特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交谈 有分析指出 由于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密切关系 以色列正试图充当两国的调解人 据报道 贝内特5日飞往莫斯科 在那里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大约三个小时 这是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外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俄罗斯 接下来 贝内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 随后 贝内特又前往了柏林 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兹 不过 关于讨论的确切内容 目前很少有细节泄露 与此同时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伯雷利 5日接受西班牙世界报专访时表示 再次调节乌克兰危机 我们欧洲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会再出现诺曼底模式 他同时表示 挑战人也不可能是美国人 伯雷利强调 只能是中共 别无其他选择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当局查清中共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 不但签出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也已签出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 而且问题被越发越深 知情人最新曝光更多韩正早年助力孙力军升迁的内幕 海外视频人士高新撰文分析 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王小红 担刚的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专校领导小组的调查内容 已经把现任政治局常委监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扯了进去 据称 当年孙力军能够从上海调进公安部 背后却使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和孟建柱合力所为 文章披露 早在2001年韩正还是上海市副市长 而同时期的孟建柱则是上海市委专职副书记 此后孟建柱调往江西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离开上海 先后到江西和公安部任职 孟建柱一直都和韩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韩正后来也一直都对孟建柱留在上海的亲属们关照有加 文章说 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 仍然继续担任上海市长的韩正败会了正式步入 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孟建柱 把酒言欢间 孟建柱当面提出了请上海老家给他推荐一个得力秘书的请求 条件之一是外语过硬 条件之二就是已经有一定级别 不然掉进公安部之后 有被突击提拔之嫌 韩正便趁机推荐了时任上海市政府外市办公室副主任的孙力军 文章引述上海知情人说 孙力军的上海市政府办事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其实也是韩正临时提拔的 文章指出 孙力军的理率前半部分并不清晰 上世纪90年代末 孙已是上海市卫生局外市处的一名官员 正是被时任上海市长韩正相中 才进入上海市政府外市办公室的 之前是回忆说 当年一次在上海市政府筹组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的时候 市外办向卫生局提出安排该局外市处处长孙力军担任随团翻译的要求 从加拿大回国后不久 孙力军集结到了担任市外办统合业务处处长的调例 据称 在上海市政府外市办公室任职期间 孙力军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做市长韩正的英文翻译 孙力军骑士则很喜欢被市府内的人称为韩市长的英文秘书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信将于3月14日在美国联邦法院出庭 他面对一项违反美国缓刑规定的新指控 此前的2017年中兴曾就其非法向伊朗运作美国技术认罪 路透社会报道 根据3月4日美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 新指控与一起涉嫌共谋进行签证欺诈案有关 去年3月 美国检方的一份起诉书指控中兴的一名前研究主任 和乔治亚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密谋用J1签证将中国公民带到美国 签证涉及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等机构工作和学习 起诉书称 这些中国公民到达美国后实际在新泽西州为中兴工作 目前 乔治亚州北区检察官的发言人拒绝对路透社发表评论 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中兴的一名律师也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评论请求 此前 中兴因触犯美国当局规定而面临巨额罚款和其他处罚等 中兴曾于2017年跟美国政府达成和解 中兴同意支付8.92亿美元罚金 并就向伊朗和朝鲜出售美国技术的刑事指控表示认罪 中兴还同意另支付3亿美元保证金 此外 中兴还同意实施合规计划并设立企业监督员 但在2018年 中兴在惩戒跟不法行为有关的高管方面撒谎 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与美国供应商做生意 为解除禁令 中兴随后支付了14亿美元罚款及保证金 并同意更换领导层 并与美方指派的合规代表合作 同时 德州法官还将中兴在刑事案件中的缓刑期和监察期 再延长两年至2022年3月22日 目前如果中兴这次被发现违反缓刑规定 尚不清楚后果将如何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